是三万七千名 是两年前的五十倍这么多啊 发导中还访问了几名偷渡的中国人 问他们是怎么知道这偷渡路线的 其中大部分的文明是 是一个抖音上的短片 或者是真正的一个议券指示 但是啊 抖音短片的指示 就是能够在地理的掌握到 美墨边界的缺口 而是一个议券的议券 而这个美墨边界的缺口 本身的大约是仅应宽宽 但是这个小小的缺口呢 已经成了中国人热门偷渡的一个管道 根据报道说 每个星期至少会有450人 通过这个缺口 缺口润进美国 能为了要试图解开这个移民危机 阻止中国人继续偷渡到美国呢 美国加州啊 就有政治人物是自掏腰包 购买那些带刺的铁丝网 亲手把这个美墨边界的缺口 给封起来 下周一来为何你聊到 当今社会拥有的大学学会 真的能让社会牺牲人 种植场中一番丰盛呢 能归向统计 增增了一千多万人 过去十年的职业到处 发现真正可以让学弟 发挥价值的人 其实并没有占多数 到处于这样的占多卡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三十一 Fortunately,你既然 т� 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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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言 iets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